其实轮掉这件事情也可以训练心胸格局跟歧视 因为你看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你在做A工作的时候你觉得B为什么那么不合作 把你调到B你就了解原来B有这些的考验跟问题 所以你会有比较多意味思考同理心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哈佛人物面对面单元 那本周的主题我们来好好地谈一谈职场轮调 对人才养成的重要性跟它的关键意义在哪里 那么一连四天我已经分享了好几篇哈佛商业评论上的好文章 那么每个礼拜五都是我们所有听众最期待的 就是想说这个主题到底你要找谁来访问 那今天的受访者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 那是我们的台湾的富国神山台积电的资深副总经理 继人之长何丽美 Lora 我们欢迎Lora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玛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哈佛工商时间 哈佛商业评论领导者个案学程 全新六大商业决策议题 现在你不必飞出国门就能在台湾体验到 哈佛商学院必修的500堂个案教学训练 HPR深入挖掘台湾企业情境 50位以上跨产业领袖齐聚一堂 带您沉浸式体验多面难题 将食物和知识完美结合 助你强化商业思维 提升决策胜率 第十期课程分别于10月44 11月18 12月16开课 报名限制火热进行中 张鸟表明还可享有七五折优惠 别再等了 现在就到说明栏点击报名 成为成功领袖的一员 Lora好 那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叫你Lora 所以我们整个节目呢 就用Lora来称呼你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 要找Lora来这个有关于人才 轮调要特别找Lora 因为Lora自己本身就是轮调好几个不同的职位 从最早你是念会计 然后来做到台积电的财务长 但是这几年来你其实也不断的挑战 从财务 然后在2019年去接了欧亚业务的资深副总经理 然后去年2022年又接了人资长 又转到人资长 而且现在是全职做人资 但是同时你从2011年 你也开始担任台积电的永续委员会的主席 那谈的又也非财务 也非业务 也非人资 其实是一个整合型的企业 以前叫CSR 企业社会责任 现在当然都叫ESG或永续 所以其实你个人也不断的在你的职务上转换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有非常亮眼的成绩 那所以RORA其实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性的典范 也是专业经理人的典范 曾经获得了中华财经高届管理人协会的杰出财务奖 也得过金融亚洲以及机构投资人的最佳财务长 那目前也是台积电职务最高的女性主管 所以我们要lowkey 这个RORA都说 不要太强调这些丰功伟业 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今天的主题来谈 轮掉这件事情 那我现在要来开始问我们的问题 我第一题要问RORA的是说 你学的是会计 但是你到目前为止在执癌的路上 其实一直都在挑战不同的职能 你要不要说一说你这么勇敢的原因 这么多不同的工作历练都不是我计划当中的 我就是一个专业的会计人 所以我在会计工作做四十几年 那讲到我是不适合做会计这件事情就很有趣了 我分析一下我的个性 我的个性是严谨中带有自律 可是我也相当有好奇心跟冒险泛滥的精神 所以这种性格摆在会计领域是蛮另类的 我曾经跟一个同业 也是会计长的朋友讲 他跟我的那个性格有点像 我们俩人都互相调侃 我们俩人都不太适合做会计 会计 所以会计人是很严谨 但是不太有 你说好奇那一块会比较少一点 不是他们会计人通常都比较保守稳健 就比较不敢冒险 所以冒险这个性格 那你是政大会计系吗 对 好像我听你在以前接受 看你的以前有人报道 你说你其实不是那么喜欢会计 是这样子啊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其实毕业的时候不太晓得自己适合什么 喜欢什么 那就听家里建议嘛 妈妈就说 女孩子做老师很好 去金融界是金饭碗 做会计会计小姐也不错 那我毕业之后呢 我也去考过银行 也考过这个公务员 都没考上 所以我就觉得 做会计大概是我的谋生本事啊 所以我就这样进入会计的 虽然我没有很喜欢 可是我也没有讨厌他 没有很喜欢是什么意思 就是 所以会计都在做什么 会计其实数字都是在做数字 记账 账务啊要很仔细啊 都是跟数字为伍 是比较固定的 然后比较呆板一点的工作啊 这是刻板印象 但是其实会计也不用那么刻板 也可以做的比较有创意一点啊 那后来是我自己后来悟出来的道理 所以做了会计子呢 把它当做谋生工具嘛 所以就想怎么把它做好 所以做什么要像什么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那我们毕业出来就很自然就去做会计了 我也做过成本会计啊 在工厂里面 其实我所有的会计工作都是跟工厂有关 每一个公司都是制造业 这点还蛮特别的 所以我从成本会计出发 我做到会计 然后再做了财务 再做了财务长 就这样一路就走上来了 所以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 你真的去考过公务人员没考上 对啊 真的去考过老师没考上 老师我没考因为我没有修教育学分 但是我真的去考过银行 你没考上 银行没考上 政大会计系也在你的里 我考会计师事务所也没考上 注定你要转转转转到台积电来 台积电也是个意外了 对因为那这一段你也可以帮听众补充一下 所以你后来去的第一家公司是外商叫清安 对是的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个药厂 他其实除了西药以外 还有化学 还有那个动物饲料 还有这个chemical 化工产品 是一个有四种产品线的一个公司 外商的 所以不会说很多工作都没有考上 所以刚好这一家录取就去了 也没有 这个公司其实在当时相当不错 因为他是个外商 所以从你那个时候来讲算是个还不错的公司 那离我家很近 在新竹 因为你是新竹眷村长大的 所以你的工作都在新竹 是因为老家在那里的关系 后来的工作全部都在新竹一带 离开清安之后 科学园区成立了 那科学园区显然是一个相当有工作机会的地方 那我进了科学园区之后 我就在科学园区里面做了好几个工作 我离开清安之后还去过一个做terminal的公司 叫惠智 惠智 对对对 然后去了一个很小的公司 新公司叫做通贝 然后我就到了德基半导体 就进入半导体 然后之后到台积电 那因为台积电病了 就进来 这有点巧 我其实是在病之前加入台积电的 所以是99年就加入了 对的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加入台积电 还不知道台积电会有一天这么伟大 对不对 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伟大 你没有那么喜欢会计 可是也没有那么讨厌他 所以这是不是证明说你好好做 也可以把不那么爱的专业一路做下去 可以做到顶尖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 因为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兴趣跟工作结合 我认为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情 可是很多时候工作跟兴趣没有办法完全结合 那我刚刚前面提到我们要谋生嘛 所以这个学会计是个谋生工具 那要把它做得好 只要努力 我觉得还是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那后来有没有喜欢到他的什么 都完全没有那么喜欢 有没有比较喜欢的一部分会计 其实会计还蛮逻辑的 因为是数字 后来我们其实对数字的敏感度都相当的高 我有一次跟我先生讲我大概可以记住50组电话 但是后来因为大家都用手机都用记忆 都不记得了 这种本能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经过这个专业训练 我们对数字的敏感度很高 所以会计这样做到财务长就到顶了嘛 对不对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做台积电财务长 因为我觉得以我来讲没有留过学 我觉得做一个中型公司的财务长应该差不多了 可是有的时候 这个人的命运 并不是你能够规划的 就是这样因缘机会呢 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做到这么大责任的一个工作 那当初是为什么加入台积电 你说还没有被病之前你就加入 这个我很记得 我记得那个黑亢特来找我 那时候我也没有想要换工作 他只是跟我说有一个公司在科学园区 Martin National Company有制造业 然后这样子的 我心里想这公司大概只有两家嘛 在那个时候啊 只有两家 不是台积电就联电对不对 那我就问他是哪一家 他说他不能告诉我 因为他有商业机密 后来我知道是台积电 但是我那个时候并没有说我一定要换工作 因为我前面的工作还有一些责任没有做完 我但是我对于张董事长非常景仰 也有点好奇 所以我的我其实那个时候存心是 如果可以跟张董事长那个见见面 能学习学习请教请教 我觉得就值得了 有没有给我工作没有关系的 那个时候进去是会计处长嘛 是这个职位他那个时候他也要亲自面试的 他对他是面试亲自 哇你纯粹就是因为张中普董事长的魅力 所以一个企业CEO领导人很关键 也是吸引人的关键 是 那你那时候对他好奇什么 就想跟他讲讲话 看看这个他又 其实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不紧张啊 因为我不紧张没有得失心 但是我有点好奇心 我刚刚说了 所以我就非常自在的跟他聊一聊这样子 所以跟他聊了好几次 他后来就很着急说你赶快来 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办法赶快来 因为我前面的公司还有一个融资案 还没有做完 我就跟他讲我一定要等到隔年的六月以后我才能来 那不是等好久吗 对如果说公司不能等的话 那我们就就就做罢 公司等的话我们会考虑这样 所以那就是你的责任感 对不对 对因为我的前公司正在处理一笔融资 如果我那个时候不把它做完的话 我的公司会有财务危机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你的工作都保持一些原则 就是责任感很重要 还有什么也可以跟我的听众分享一下 你觉得最重要哪些原则 或我现在在做人资业长 也应该坚持一些选人的原则 正面的 正面的态度 然后我觉得努力付出也是一种回馈 然后把它当作学习的机会 不要太计较短期的得失 或是我努力了会有什么回馈 我觉得东西都不用去想 我认为那些东西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所以我一路走在这这样想的 所以不一定先规划好我要得到什么 没有完全没有 我从来没有回去跟我老板讲 你要给我加多少薪水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也没有跟我老板谈过这个问题 再回过来谈说你跟张董事长 张忠牧董事长的面试过程 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他都问些什么问题呢 其实是我问他好多问题 说说看 其他的办公室 台北办公室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Head Hunter问我 你要在哪里面谈 我刚刚说不能在科学园区 因为会被看到 会被发现的话 我正在替公司筹一笔钱 如果人家知道财务长要异动 对公司筹款可能会不利 所以我说不能在科学园区里面 那他说那你要去哪里 那你可以去我的办公室 或者是你指定的地方 或者是张董事长台北办公室 那我当然是选张董事长台北办公室 所以我是去他的办公室 跟他面谈 那所以您问他什么问题 我问了他很多蠢的问题 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因为我在 我在D-RAN公司 我前一公司是德际半导体 那时候台积电也有做D-RAN 因为有世界先进做D-RAN 所以我就问他 台湾做D-RAN有没有前途 就像这样的问题 那我也问了一下 台积电的一些组织 会计组织 其实我很呆 我还问他说 会计部的流动率高不高 我其实想说 为什么董事长需要知道 这么细的东西 后来想想 觉得真的很好笑 所以那是一个很轻松的聊天 没有很严肃的 的那种interview的感觉 那为什么要聊很多次 因为他要在不同的地方 看你 其实每一次都是interview 所以你正式加入前 聊了很多次 有三次 所以那还没加入前 你对张中某董事长的印象 已经是怎样了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非常legendary的leadership 然后思绪非常清楚 然后讲话非常诚恳 然后也是很严谨的一个人 这样子 所以后来在台积电 也跟张中某董事长 共事了快20年 他退休前 所以我们就穿插一个主题 不要轮调 先穿插这一题 说因为是学习一下管理 你觉得张中某董事长 给你最大的一些影响是什么 他的integrity 诚信 对 诚信正直 那他是不断地重复 这个他深信的理念 那他也是非常self consistent 他自己很一致性很高 那他对于一些很 他认为很重要的原则 他会常常repeat 我记得他跟我讲过很多次 他说做一个主管 要谦逊跟自信 有的时候你要谦逊多一点 有的时候你要自信多一点 所以我在做 你刚刚讲 我做这么多种工作 我常常在不同的场景都在想 什么时候要自信多一点 什么时候要谦逊多一点 比如说法朔会的时候 有很多分析师会问你很多问题 那个时候只能展现自信 不能够畏畏缩缩的 或者是很害怕很紧张 所以那是自信的时候 但是如果同仁对你有 新的想法创意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要谦逊 你要听 有没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学习的 所以那个时候要倾听 那个时候是要谦逊 所以我就常常在思索 谦逊跟自信 我以为这四个字 对我来讲相当的受用 对我来讲是影响很大的四个字 那你很快 你在到台积电之后 很快就升任财务长 同时又兼发言人 那后来为什么请你担任永续长呢 永续会主席 我想那时候讲永续 是讲CS2 CS2责任 那现在叫ESG 里面很大一块跟 governance有关系 social environment 那我也不晓得他怎么找我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 跟这个东西有一点点连结 虽然不是这么大的连结 所以他就很突然的 那个在我想是2010年 11年的时候 那个题目 事实上是慢慢受到 大家的注意 他就在一个运动会之后的 记者会 记者就问他这个 CS2的这个议题 他就转身就说 以后就问他这样子 可是之前他没有跟你讲 没有 所以是突然间 还是因为那时候你是发言人 他就说 也可能有点关系吧 我确实也没有问他为什么 但是 做CS2或是ESG 我个人是有热情的 所以我也就很欣然的 就接下这个任务 你没有问他为什么 你会说 同事长 你为什么就指我 你什么时候跟我讲 就做什么 你还问 这就是台积的文化 是吧 是这样吗 应个位 好 那后来 为什么又去接业务副总呢 2019年 这个是一个 正是一个转折 这也不是在我 人生计划当中的 我以为我一辈子 就是财务会计人嘛 我也做了 四十几年很久了 我其实是 蛮想退休的啦 我觉得做太久了 我想要去做一点 自己有兴趣 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比如说像公益慈善 这种事情 我提出几次 想要退休的事情 张总长都不同意啊 他跟我说 你还年轻 我们跟他比都是年轻的 对吧 我说张总长还没退休的时候 你就跟他提过退休啊 我说我都还没退休 你退什么休 他当然不同意嘛 后来他就被我熬了很几年 他就说啊 等我退休的时候 我就不管你了 我没有退休之前 你不要动 后来到了 2018年他要退休了 我那时候心里是想说 啊 这下子我应该可以退休了吧 但是 接班人啊 魏总裁跟刘德英董事长 他们两个不希望我走 他觉得 需要我帮忙 因为以前 张总裁在的时候 他们各自有分工 那张总裁退休之后 张总裁很多责任都落到他们的身上 那魏总裁是 负责业务嘛 那我们全球有好几个业务基地 他觉得他以前 以后可能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 跟所有的客户 跟所有的sales 这个 谈话或是沟通 他就向我帮忙他一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基于使命感 再加一点点的好奇心 好奇心 好奇心 正会跑出来 我就接了一个 从来没有想到的工作 这样子 然后他叫你做 你就做了 但是接了之后 我就开始抓头啊 我想说我没有 没有业务背景 也没有技术背景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想我们公司的业务同仁 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都有technical的background 我这个完全没有background 我怎么做业务 我就在想这一题 那我就想 要找到一个 自己的价值定位 那因为我观察 台积电的组织相当庞大 那我们组织和组织 有时候 横向的沟通不是很好 所以客户呢 其实蛮辛苦的 跟我们做生意比较辛苦 他必须要跟不同的单位 对对对 所以我就想我应该从 服务客户 服务客户这个角度切入 我找到我的value proposition 所以我就想我来 我来改进跟客户之间的服务 所以我就 设立了客户策略办公室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客户 有客户策略办公室 但是其他都没有 但是我设了三个 而且我把 欧洲日本 台湾跟大陆 四个我负责的这个区域 都各自设了一个 总体的客户策略办公室 那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业务单位或是客户 来了任何需求 不管是跟 技术有关的 跟产能有关的 跟商业条件有关的 或者跟任何事情有关的 要有一个人横向的 在总部这边 帮客户把事情搞定 所以我的价值定位是这个 其实 在三年当中 也很不凑巧的就是 碰到疫情 碰到疫情 然后产能齐缺 所以这个三年当中 都是客户来拜托求产能 我们也不能够出去 拜访客户 客户也不能过来拜访我们 所以都是透过视讯 所以客户其实是相当焦虑 产能又不够 那我呢 就努力替他们在 公司里面争取产能 给他们 然后给他们 让他们尽量安心 虽然没有办法 完全符合他们的需要 但是我们会努力 尤其是对于 那个规模很小的客户 我会特别照顾一点 因为 大客户可能一万片 可以养二十个小客户 所以我们在 产能很紧的时候 有替小客户 特别保留了一些产能 所以你也是福星 你一来也不用跑客户 客户都自己跑来 有人也这样讲 运气还不错 对不对 也不用说 我原来好像有四千亿 要负责四千亿 欧雅 大概全公司 四十percent的营收 就你要负责 结果那个时候 哇塞 真的 所以我的运气也不错 那时候的服务 就是让客户放心 就是我们会替他 努力争取产能 然后要确定 我们产能给到 真正需要的客户 不过你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轮掉的时候 你要先找到 你自己的利基 因为你可能 掉到那里 非你专场 非你本行 所以你怎么 就很快就知道了吗 因为你就是职场老将 你很快就知道 你的价值 可以怎么重新 因为 那个总裁说 我有同理心嘛 对不对 所以我要站在客户的角度 思考事情 那我知道那个时候 客户觉得台积电 不太容易做生意 因为我们公司太大了 所以我的同理心 就是帮他们横向 在公司里面横向 解决他们的问题 然后有一个固定的窗口 不会到处 各个找很多单位 浪费很多时间 这样 所以这个做完 他后来 为什么又找你做人资 因为需要帮忙 因为那个时候 你真的很有同理心 跨国营运 对不对 那我们有很多的挑战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 要做改革改变 所以他就请我去帮忙 人质部门的副总 来做一些改变 跟这个跨国的 这些人事的补局 那业务副总就还兼证吗 我就慢慢放了 不可能再做那么多事情 所以你现在已经 没有完全没有了 所以去年开始 是2022年 那是不是因为 就是因为要到美国设厂 要到日本设厂 要到欧洲设厂 所以角色 就是人质部门的角色 是比较吃重的 一定的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 在台湾营运嘛 所以我们找人 都是找台湾的大学毕业生 研究所毕业生 突然一下子 你要在海外扩厂 你的人才的这个招募 来源就不一样了 还有我们有很大的员工会移动 移动到美国去 或者那边有人移动过来 然后移动到日本去 日本的同仁移动过来 这个mobility 非常大 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跟人资相关的业务 必须要能够在事前 就要布局好 所以这个工作 就变得非常繁重 所以你每次好像张总长 叫你做这个职位 或者是总裁 现在叫你做什么职位 好像你从来就是 不会太多的argue 或者是讨论 或者是说我不要 或者什么 都不用太多说服 我也有挣扎过 但是我觉得台积电 应该比我大 台积电的重要性 比我个人重要 所以这是我的commitment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给我自己一个心态啊 就是我重新做一个新的工作 都不会的 我就把自己归零 既然我什么都不会 我就是不会 那我就要跟很多人学习 这样子 所以我也其实也没有包袱啦 这样讲 那所以你刚刚说 做业务的时候 你找到你的value proposition 那去做人资的时候呢 你怎么找到你的value 我对人资这一块 我其实是有热情的 虽然我不专业 我的热情是来自于 因为台积电 其实有很多优秀人才 我们如果能够在人资 这一块弄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优秀人才的能力 可以得到发挥 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 怎么让同仁的热情 它的才能能够被发挥 包含我们很多的管理制度 还有企业文化的这些enhancement 我们找了很多心同仁啊 他们对于台积电那个 就是ICIC的企业文化 也不见得很了解 那我们过去都相当的成功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种下了自己 有一些盲点 没有看到的 所以值得再回来 再重新revisit 再看 所以我在人资工作 我也相当的重视这一块 那另外我们也找了很多 有跨国能力的人 在我的组织里面 那我怎么empower他们 让他们把我们台积电 原来没有的能力 拿进来 可以发挥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 在海外营运成功 这些东西都是我在想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要形容 台积电的文化 是一个怎样的文化呢 要怎么形容 就是ICIC啊 ICIC就是诚信正直 诚信正直 然后承诺 commitment 创新 创新 innovation 客户信任 所以是 这四个东西 customer trust 那现在都没有再增加一些新的元素吗 从day one就是这样 这四个就已经非常的包容非常大 那但是我们其实要讲的是 在这个四个价值观之下应该有的行为是什么 因为价值观看起来只是一个理论教条 但是重点是你怎么活出这个价值观 这我们就要讲到员工的行为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文化传承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什么叫做好的行为 在这四个价值观之下 什么叫做不好的行为 我们要讨论这一题 尤其是对很多新的同仁 他们还不太熟悉的 那对旧的同仁 我们也很有 很有很有这个理由来讨论这一题 因为公司已经运用很久了 很成功 但是假设你没有人可以比较的时候 你要比较的是自己 那你的标准要设在哪里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透过讨论的话 大家比较能够理解 跟能够刻在自己的心里 而展现在他的工作跟行为上 因为员工也多 员工也会在网络上 可能会有一些留言或什么的 如果有时候有困扰的事情 你都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我们是相当open的 就是要把这个沟通管道打开 我们是在过去几个quarter之间 做了很多的新的沟通管道 我们希望尽量收集员工的声音 员工有意见的时候 我们希望尽量能够很快的 就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那我们每一季 还有就是总裁的沟通会议 那还有checkbox 员工可以有很多管道可以反映 我们就是希望员工能够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那有的时候公司有战策 我们也不可能 因为我们公司有七万多员工 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员工的问题 都让他百分之百满意 但是我们会愿意沟通 这是我对我们HR团队的要求 要沟通 那因为你在公司蛮久的 所以你会不会变成 你当人资长之后 很多人来给你倾诉 诉苦也好 或是心事告诉你 会不会有这个功能 的确是有一些 基层员工会直接写email给我 我的态度是我会倾听的 我一定会 他如果要求跟我 讲讲话 或是有什么问题 我一定会处理 我不会不理他 所以这个蛮安抚人心 还蛮重要的 你的附带工 重点是要解决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刚刚听众 应该听得出来 我们一路在了解LORA的 挚挨的发展 从财务到永续到人资 到业务都做过 那我现在来请教LORA 所以你个人经历的 这很多不同的角色 职务 而且专业都跨距很大 整体而言 这样不同的历练 到底对你的养成 或你的执癌 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个每个看起来都 专业差异都很大 我常常讲说 我是从一个totally logical 到一个totally不logical的领域 你看财务数是数字嘛 数字就是其实是冷的 然后到了一个人 人其实每个人 对每件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是 所以是有的时候 相当不logical 理解 要有温度 对对对 所以回顾起来 就是说到底有什么办法 可以处理这么多不同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已经做到主管了 其实我们要处理的问题 不是那个专业的问题 因为专业问题 我们团队能力都非常的强 那我们要做的是一个leader 是一个正向领导的leader 那讲正向领导leader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做什么工作 他有共同性的 所以也没有这么困难啦 讲起来 那正向leader是什么意思呢 正向leader 我的解读是第一个 你是要有一个非常open的态度 第二个是你的 你的那个是正面的 你很强调正面 我访谈到现在很强调正面 是不是有太多负面 就是爱抱怨 你说负面抱什么 爱抱怨 爱计较 你就像半瓶水 一杯水 半满跟半空 你怎么看这个一杯水的问题 那我是觉得每一个事情 都有个正面的意义 我认为 但是我们如果只看表面的话 你可能觉得好像都很负面 但是它后面一定有个正面意义 我们要把那个正面意义找到 然后从正面意义去面对它 这是我的看法 好像你也曾经在一些场合 表示过说 你在衡量员工升迁的标准 而是看的 如果他是员工还不是主管 或者是高阶主管的时候 看他的评格 看他的毅力 看他耐压 自动执法跟创新力 但是如果已经是主管级了 你会考虑到他的判断力 气势跟心胸格局 对对对 这个你要不要衍生一下 讲到气势 其实张董事长在他还在 张董事长他也跟我们讲过气势 我自己的演绎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其实是胸襟 是看事情的高度 然后会把群体的利益 放在个人利益之上 会替公司培养人才 替公司 或是替自己的小组织 会支持部署的发展 会以同仁的发展感到为荣 而不会感到被竞争 或是不安全 所以这是我从职场上讲 这个我认为的气势 是这样子 这个气势 我帮听众补充一下 并不是气度的气 而是大气 这个人很有大气 跟见识 气敏的气 知识的识 是是 因为我们也是Podcast 听众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 所以是大气 这个人很有大气 或气敏的气 然后见识的识 所以这个容易培养 就是每个人的性格 就进台积电 你总要训练员工 有这样子的气势 这个要怎么样训练呢 就是要把大我放在小我之上 这个事情 跟性格有点关系 我觉得 但是是可以训练的 你刚刚讲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轮调 对不对 其实轮调这件事情 也可以训练 心胸隔绝跟气势 因为你看事情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你如果做不同的工作 它其实的角度不太一样 也许你在做A工作的时候 你觉得B 为什么那么不合作 你把你调到B 你就了解 原来B 有这些的考验跟问题 所以你会有比较多 异味思考 的那种 对那种同理心 这样子我觉得就会 可以扩大你的视野 你看事情角度会变得比较大 不会是非常窄的 你讲到同理心 你强调好几次 说魏泽家总裁 在当初请你去做业务 副总的时候 有说 因为你有同理心 所以这是你一个 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帮人家考虑事情 就是尽管你还没有 做业务的时候 你就是这样的性格 我是 体贴 你说体贴也不是那种 很体贴的体贴 可是我觉得我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 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角度 我们就怎么样也过不去 为什么他要这样 为什么他不那样 你站在对方的角度 你如果你是他的话 你恐怕也会这样想 所以你不需要太过于 很计较 或者是很指望 从自己的角度思考 你可以找出一个双赢的方法 如果有同理心的人 比较容易找到win-win 那我再要接着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我发现说 从刚刚的反谈 可以发现说 不管是以前张董事长 还是现在的总裁 董事长 其实对你都非常的信任 所以也可以跟听众分享说 要赢得主管或长官的信任 充分的信任 百分之百的信任 必须要把自己做到什么程度 才有办法得来这样的信任 我觉得你要很诚实地面对自己 这是一个 你要consistent 你的言行要一致 这个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交代你的工作 你要有责任把它完成 有问题的时候也要highlight 这些我觉得是赢得信任的 最基本的东西 那你现在也有百分之百 很信任的部署吗 我这个人其实是比较 愿意信任人的 我不会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主管 我觉得你信任员工 员工也会信任你 这个mutual trust就会产生 这个时候你的管理成本会下降 你不需要天天盯他 当然有的员工 他做事方法跟你不一样 那我们做主管 不能捏着人家的手做事情 是要给他方向 让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发挥 通常很多时候他们会做的 比主管捏着手做要更好 因为他的热情会在里面 所以你不会很 我是比较empowered 比较愿意授权 授权当然跟受责是连在一起 授权跟受责的主管 那我接下来要再来问Laura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担任人资长之后 其实也提到了台积电的人才的愿景 尤其现在要符合ESG 要人才多元 多元包容 包容 所以要营造这样的环境 然后要激发热情 成就最棒的自己 这是你为台积电新设的人才愿景 那所以你可以分析一下 为什么 然后一起怎么做到 OK 我们刘董事长觉得 一个公司是代表一个小社会 那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人都有的 那海积电这么大一个公司 也像一个小社会 所以我们觉得一个 比较多元包容的职场环境 是对公司比较好 进而对社会比较好 尤其是我们现在要跨国营运 我们所招募的员工 跟以前不太一样 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化呀 不同的风俗习惯 不同的做事方法 这些东西是 其实是让我们觉得 我们更需要多元包容 那激发热情吗 我是觉得一个人的 有热情的时候 他就做事就比较会 不会累了 他会 因为他很开心做这些事情 他的投入 他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就不会觉得很累 也比较不会抱怨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激发员工的热情 那我们当然要想很多措施 怎么激发员工的热情 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你授权给员工 给他教育训练 给他做点工作轮調 或者是给他一些温暖的福利 我讲温暖的福利 不一定是钱 是金钱以外的温暖 他的有归属感 这些事情都会激发员工的热情 跟他的向心力 那目的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我刚刚提到台积电员工 都是本职学人非常好的 他们都有相当大的潜力 如果他被激发之后 我们相信他会表现得非常好 那我们做人力资源 我们的人资政策 就应该创造这样的环境 去激发员工的潜力 让他做更好的自己 所以像台积电 有没有固定的轮調制度 就是每个人到每几年 就一定会盘点 他是不是要被调动 有这样的制度吗 我们有轮調制度 但是还可以再更精进 现在比如说我们工厂的厂长 每三四年就轮調一次 调到不同的厂区 或者别的工作 那我们公司也有一个 内部的轮調机制 那也会鼓励 主管对于人才的培养 轮調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式 我们如果讲这个人才培训的 七十二十十法则 七十是在工作当中学习 轮調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二十是给feedback 你的主管或是你的peer 给你feedback 十是课堂教育训练 十才是上课 七十二十十 对 所以不是说给他课堂教育训练 他就学会所有的东西 他要透过在工作当中实作 或者是参加一个跨组织的task force 让他能够历练不同工作的 一些不同考量因素 还有就是同才跟主管给他的feedback 这三个要三管齐下 才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模组 那你这个是说提醒同事说 你的整个养成过程 要注重这三块你都有 其实是提醒主管 因为主管要创造这样的环境 去开发他下面的人才 所以轮调有内部的marketplace 就是每一段时间就把内部的人 职缺公告 是公告给全体员工吗 我们有职缺公告的制度 员工可以来申请 这个有的 那这样部门跟部门间 会不会有矛盾 要协调 要协调 所以这个也不太有问题 就我RD部门的A部门员工 自己去申请另外一个角色 这个主管如果不知道 会不会后来有矛盾 我们会建议他先跟自己的主管谈 那他可以放在公司的 就是转职轮调的申请单上面 那对方主管也要愿意接受他 谈完之后呢 在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开始移转 所以如果以固定轮调 就是只有几种角色是固定轮调 其他就要看适不适合啊 有没有需求 因为也不是说要很机械化的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能影响公司的营运嘛 所以我想每个组织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做法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相当鼓励 就是主管对于人才的发展 是用轮调的方式 像现在我们有跨国营运的工作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部门 都有往海外轮调的机会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培养人才的方法 你刚刚有特别有提到说 温暖的福利 要不要举个例子啊 不是钱的 温暖的福利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产假给12周啊 以劳基法为优 还有就是弹性上班时间啊 员工因为有家庭照顾的需要 有些人需要早点来 有些人需要早点晚点来 那我们其实可以允许员工 有一个小时上下的伸缩 那这是我可以想到的两个比较具体的 还有那个餐费补助 最近我们推的一个员工非常喜欢的 就是餐费补助 可以买7-11可以买面包 因为很多员工他不想要吃公司的餐 他想要吃7-11面包 甚至晚餐也可以 所以很多员工都很开心啊 这件事情 这没有多少钱 可是感觉舒服啊 就是当他不吃公司的免费的午餐 比如说晚餐 他可能要晚一点回家 他不想吃公司的晚餐 他可以去7-11 或是去面包店买面包 我们也会补助他 所以这个就很高兴 所以你做了人资这个角色以后 你觉得人资专业到底是 是怎样的一个专业 有哪些感受 人资真的是比财务复杂的多 最大的感受是这个 很多东西都是situation 都是情境 所以你有时候把法理情 情理法 理法情 从你少一次 每个case都不一样 所以需要很多的判断 就是三个到底谁在前面 跟你刚刚讲的自信跟谦逊 到底什么比较重 每一个都要不一样衡量 但是我们的 我们整个那个做事行为的标准 还是回到我们的core value 符不符合ICIC 这是我们最心里的那一把尺 那现在呢 这个台湾的职场非常缺人吗 所以台积电 因为大家都毕业都很想 最想进台积电 台积电有缺人吗 缺啊 真的缺吗 真的缺真的缺 哪一种角色最缺 我们因为扩充产能很快 所以我们缺的人数来讲 最多的还是工程师嘛 跟生产活动有关的工程师 当然我们也很缺IT的人 我们也很缺一些 做策略的啦 做人资的啦 做这个 各个部门都缺 都有缺啦 各个部门都有缺 但是最缺的是工程师 那所以你对台湾 就是这种缺工 大概是不是解决不了 你的感受是这样 所以未来应该怎么办呢 企业应该怎么办 因为人就越来越少啊 从全世界找人才啊 不限于台湾 全世界找人才 然后也不一定要来台湾 全世界找人才 你就在就地就业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在比如说我在 美国亚利桑那厂 我会有相当的人数 是在美国找嘛 我在日本雄本 我也会在日本找嘛 但是我们台湾也会派啊 也会派工程师调动 我刚才讲的这个mobility 其实是规模相当大的移动 好我们今天的访谈呢 要慢慢的接近尾声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一开始提到说 哇你从一个会计小姐 可以这样做会计 妈妈说做会计不错啊 就去做 然后呢 其实也想不到台积电 有一天会这么成功啊 你刚进去的时候 虽然当中某动商 已经很有知名度 但是呢 还是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护国神山的外号 或全世界呢 哇强制要台积电去设厂 所以这个一定也不在 你的规划内嘛 所以你可以谈谈说 从一个会计小姐到现在 又可以历练不同的角色 一路走来 你的新的感想是什么 玛丽其实我 自始至终都觉得 人生不能规划 所谓生涯规划 我哪一年要做什么 这不一定会照你 想着去走的 但是我们 就在每个工作上面努力 机会来的时候就把握 然后勇敢的去尝试 也许会走出一条 你想不到的路吧 所以像有些人真的是说 三年后要干嘛 几年后要干 你是从来不来这一套 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你也蛮随远的 某种程度 对 因为你一直想的话 可是很多环境会变呢 那你不是会很苦恼吗 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我们没有规划 我们老是觉得是柳暗花明 然后风景无限 然后很多乐趣 这样 我们的很多听众 都是专业经历的 要从无到有 一路打拼 最后给大家一些什么 在职场上可以成功 做一个很成功的专业经理人 要具备什么样的态度跟素养 最后给他们一些建议 我想在专业经理人 你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那永远都要正面思考 那不要先想要我要得到什么 我才去付出什么 我是觉得付出本身就是一个回馈 那如果你可以超越自己的话 你要想办法去超越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把自己设了很多限制 但事实上你不要去限制的时候 你会有发现说 原来你的limitation也可以稍微往上提 在不同的工作历练当中 我自己是深深体会这一点 你最超越自己的一次是哪一次 做业务是相当超越我自己 你会不会一开始那一两个礼拜睡不着 我不太会睡不着 因为我觉得当很烦恼的时候 要先去睡觉 因为起来的时候 同楼比较心醒的时候 才能够思考 那那时候回家 你先生有没有说 天哪 你怎么接了一个这样的位置 我先生看多了都不奇怪了 看你一直在不断的挑战 但是他是也会相当鼓励我 所以有人会 很多事情会问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会反而会问说 为什么不呢 所以是why跟why not 那对于这个结果呢 也不要太计较 所以我也会有一个东西叫so what 所以why not so what let's go 好 今天的这样子可以 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个总结 是很棒 why not so what let's go 他当作公司 我们今天这一周主义谈轮调 所以各位听众 如果你的老板 突然间丢一个assignment给你 像刚刚laura讲的 当中的董事长 就说那就是去找他 事实上之前没跟你套过招 也没有跟你说过 以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就你来负责 你就接了 就接了 所以各位听众 如果明天呢 有一个机会 职务掉到你的头上 你就先接了再说吧 是不是 做了以后自然就会找到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对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laura 来到我们的哈佛人物 面对面单元 跟我们谈一谈 他个人的职场的经验 以及轮调 给他的一些成长跟养分 非常谢谢laura的分享 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刚突然想 就是你有问我说 我会不会害怕 其实我还蛮怕的 不要看我这样子稳稳的 我心里其实很怕 比如说 开法术会 坐在台上 很多投资人问你问题 你心里有没有忐忑 有的 我其实开过六十几次法术会 我有一次跟张董事长讲说 董事长 为什么我每一次开法术 会都像第一次开呢 董事长跟我说 这是正确的态度啊 所以都为什么都像第一次开 紧张慎重嘛 所以每次好像应该很有经验 老鸟 可是还是很害怕 我们都花很多心思准备 每一次都很准备的 尽量准备的 那你紧张的时候 你不准备 你会更紧张吗 跑出什么没想到的东西来 真的很tough 台积电的法术会 真的很tough 那么多外资 但久了你大概就知道 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你可以杀盘推演了 他们可能也会给我们 head up 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尽量准备嘛 所以害怕的时候 就是做足准备 另外一个回答问题的态度 就是sincere and honest 这个是张董事长讲的 tough the truth will tough the truth不难 will很难 怎么把一个事实 讲得好 will是困难的地方 tough the truth 没那么困难 就是要讲的 让人家理解吗 还是什么意思 而且是正面的 理解而且是正面的讯息 那他有的时候 是一些危机吗 如果是 危机的时候也是 你要讲事实 讲真话 可是要怎么讲 才讲得好 如果好好说故事 好好地说真话 好好地说 所以关键在 我也很难吗 有时候有点难 可以举例吗 比如说 举例啊 比如说 假如有人批评你说 你公司的盈利在下降啊 对不对 盈利下降当然是事实 假如他是真的在下降的话 你怎么把一个 下降的事实 转成是一个正面的讯息 就是这是will那块 那你可能要去解释 下降是一个暂时的原因 我们其实计划是如此 ABCDE 所以这会为我们未来布局 Something like that OK 所以如果把故事说好 说好 说好 这个也很花你的脑筋 所以看来做发言人的时候 是比较累的 应该是比较紧张啦 因为你把你放在麦克风前面 直接 现场 那个是临场反应 就是很关键的 我刚刚提到要有自信 有时候你的快问的问题 你不会回答 你要怎么样有自信 有的时候不会回答 不要装嘛 就说我自己 我现在还不晓得答案 I will get back to you 这是honest 有的时候这样子可能还 投资人还会比较 对你信任 如果你不会回答 你乱掰 东掰西掰人 他也会知道你在乱拐 就是对自己在做的事情要很笃定 不然然后闪躲 反而是一个很差的态度 我们本来已经准备要结束访谈 这Lora又有很多新的想法出来 很棒很棒 还有吗 没有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谢谢Lora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再相会 谢谢 哈帕工商时间 企业决策者迈向卓越的绝佳机会 免费报名 别再犹豫 哈佛市个案教学 领导者学成的说明会 7月26晚上台北 拆解世界公认 商业逻辑破框的绝佳方法 点击说明栏 立即报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